你这浑小子,突然跑到闽城来,也不和我们说一声,你想干嘛 爷爷,一言难尽啊,等我吃饱了慢慢告诉你 小秦是听到外面的声音后,才起床的 张超你怎么来了 张超在餐桌前吃起来像饿了几顿一样 你被张家逐出家门了 怎么可能,谁被赶出去,我也不可能被赶出去啊 那你怎么回事 张楚沉默着,目光一顺不顺的盯着他看 就是霸盒寒一给我安排了个相亲对象 非要让我去见,我不去,爸就骂我 我受不了,所以就跑到你这里来了 你都已经二十好几的人了,又不是十八岁的毛头小子 成家立业是应该的,怎么能这么任性呢 爷爷,我是二十多又不是三十多 而且我哥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孩子 家里有他传代不就行了,干嘛非要让我结婚啊 不许胡说,你哥什么情况难道你不知道吗 他跟你不一样,你自己难道还要步入你哥的后尘吗 我没那么想过 那你怎么想的 爷爷,我就是不想结婚,没想着和我爸对着干 可是这事本来就是自愿的,他们不能这么逼我啊 张家又不是小门小户,给你安排的姑娘自然条件不差 你不看看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 合适我也不看,反正我是不会结婚的 话说的别太满 是啊,你看看你哥,那些年都待在国外 当初回来就是为了专门结婚才来的 他当初也是一百个不愿意 最后还不是娶了小琴,你说的多有福解 小琴笑着不说话,爷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哥一开始好像也不想和嫂子结婚 是你逼着他娶的吧,这跟我爸没区别啊 老爷子一下子瞪圆了眼睛,却没有生气 小琴,你老实说,娶了小琴,你后悔过吗 没有 张琴说的很果断 看到没有,你哥就是你最好的例子 不管你想不想,这一关你迟早要走的 张超求助的目光看向张琴,又看向小琴 试图让他俩帮他说句公道话 小超,相亲其实不一定就要结婚 行还是不行,你要去看了才知道 如果不喜欢,也可以不答应你啊 张楚却不管他,他只关心一个问题 你要在这儿住多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爸和寒一不让我相亲了 我就走,如果你觉得我在这里打扰到你们了 吃过早饭我就走,我自己去找地方住去 你哥就是在和你开玩笑 这里又不是没有你住的地方,都是一家人 别说这样的话 嫂子,还是你最好 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给你当牛做马 你下辈子当个人就行了 张超撇了一下嘴,他很明白 张楚不想让他住这儿 就是怕他打扰小琴 因为每次他和小琴在一起 不是打游戏,就是出去玩 吃过早饭,张楚接了个电话 要去公司处理点事 他知道张超的毛病 所以临走专门提醒他 要在这儿住,就好好住 不然马上打电话送你回京城 张超哪敢吭声,只能点头 但是张楚刚走半个小时不到 他就坐不住了 好无聊啊 无聊可以出去转转 你在闽城这边不是也有朋友吗 我不去,我要是去了 我爸肯定会知道我在我哥这儿 万一我哥不想被我爸烦 然后大意灭情把我送回去怎么办 你为什么那么抗拒相亲啊 真的是因为苏丽 也不全是吧 那你就是单纯的不想结婚 说实话 以前看到你和我哥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不管结婚还是谈恋爱 好像不是什么大事 两个人平平淡淡的在一起 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再有个儿子或者女儿 生活就美满了 想法挺好 那就实现他啊 我还没说完呢 你和我哥这样的 就跟买彩票一样 概率很小的 我和我哥不一样 他可以任性选择自己想要的 我呢 就算遇到合适的 也不能保证他一直能好好的和我生活 你看看我身边的 除了你和我哥 谁的感情不是侃侃苛刻 谁的经历不是痛彻心扉 我已经有前车之鉴了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再吃爱情的苦 也不可能吃婚姻的苦 太可怕了 小超感情不是这样断定的 凡事如果都要往悲观的那一面想的话 那你就永远都在原地踏步了 你总说我和你哥 其实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就是抱着和他过日子的心态 而且我和你哥结婚的时候 对他可是一无所知 他说他是谁 我就信了 在知道他的身份后 我也想过 我们两个究竟合不合适 我们到底能不能过像以前那样的日子 甚至一度想过退缩 但是很庆幸 我们还是走到现在了 算了吧 反正我对谈恋爱没兴趣了 我就算真的要结婚 那也得等三十岁以后了再说 你要是真不想结婚 那就趁早断了家里人的念头 不然光躲着是没用的 难道你还打算一辈子都不回张家了 那倒没有 我就是先让自己安静两天 等我回去了 我爸要是想让我去相亲的话 我到时候再想办法 两人聊着聊着就把时间给忘了 爷爷出去好一会儿了吧 怎么还没回来 是啊 他吃完早饭说出去散步 这已经快两个小时了 也该回来了 两人同时起身 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们出门以后 先到了老爷子经常下棋的地方找了一圈 并没有看到老爷子 两人都有些着急 尤其是小晴 张超看到小晴脸色苍白 有点放心不下 嫂子 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去找爷爷 你别太担心 可能他就是走累了 找了个地方休息 不会有什么事的 没事 我和你一块去找 为了确认老爷子还在不在小区里 两人专门去找了物业 查监控 从监控里很清楚地能看到 老爷子是在一条小路 没走几步 就从画面里消失了 那是去哪的路啊 嗯 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有一个小山坡 我们本来打算把它改成凉亭的 但是因为施工方面出现了问题 所以搁置了 爷爷去那干什么呀 小秦摇了摇头 你们别担心 那边虽然还没见成功 但是不会有任何的安全问题 说不定只是看到了什么人 或者什么东西 才往那边走的 嫂子 你先在这儿等消息 我去找爷爷 放心 爷爷不会有事的 我和你一块去 好像是爷爷的声音 张超和小秦顺着声音 找到老爷子的时候 他正坐在地上 扶着自己的腰 连着说了好几声哀呦 张超迅速把老爷子 从地上扶了起来 爷爷 你怎么来这儿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这刚出来没走几步 就听到有猫的声音在叫 我顺着声音找过去 发现他被王给缠住了 我把他解开 刚准备要走呢 我这双眼一黑 身体就不受控制的倒下去了 拧着腰 我这腰估计是被闪到了 疼得厉害 我本来想起来的 但是实在撑不起来 我就怕你们担心啊 急得我直冒火 爷爷 我们送您去医院吧 虽然老爷子看上去没事 但是小秦还是没办法安心 我就是闪到腰了 回去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去医院折腾来折腾去的 太麻烦了 算了 嫂子也是担心您 您都这个年纪了 摔倒可不是小事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都说了没事 不用去医院 要是真的不舒服了 我会和你们说的 放心吧 爷爷 你别 小秦打断了张超的话 爷爷不想去就不去了 那我们回家吧 我叫医生来给你看看 每天吃那些药 已经够麻烦的了 看到陈医生 我更糟些 算了算了 回到家以后 老爷子被送回了房间 爷爷怎么这么去啊 让去医院不去 让医生看也不愿意 小秦胸口闷闷的 感觉有点难受 他知道老爷子这么抗拒 是因为什么 因为老爷子自己清楚 只要去医院 就一定会查出问题 下午 张超回来的时候 小秦和他说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之前一直好好的 现在突然就不想去医院了 他今天一个人 在外面那么久 我真担心 他身体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他是被影响的 一会儿我去和他聊聊 不会有事的 放心吧 张超来到老爷子的卧室 小厨 怎么还没睡呀 我来看看您 腰还疼吗 我没事 一看就是小秦和你说了什么 你放心吧 爷爷没事 我这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不用去医院的 爷爷 您还是要去医院 我这 我知道您觉得自己没事 不用去医院 但是你不去 小秦会担心 我会担心 我知道您怕 您的身体有问题了 我们会跟着一块操心 但是您要好好的 我们才能真的放心 我这就是怕 给你们造成负担 小秦怀着孩子 还要一天操心 我这个老头子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要说一点没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算查出来了 除了给你们增加压力 一点用都没有 您放心 不管您的身体 出现任何的情况 我都会想办法 万事由我 照顾您是我应该做的 您也从来都不是 我们的负担 不要乱想 老爷子欣慰的笑了笑 我当然知道你有办法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大概就是培养出你了 您这话 要是被小超听见 他肯定会闹 你和小超 都是我的孙子 我一样的疼你们 只是小超这孩子 心境太浮躁了 我总是担心 他在张家会吃亏 他要是像你这样 稳重有想法 我也就不担心了 您放心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吃亏 他很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 你父亲让他相亲 肯定是有他的理由 虽然我也不赞同搞联姻那一套 但是他年纪也不小了 是该成家了 你这个当哥的 好好劝劝他 他会听你的 他已经成年了 做什么就让他去做 要后悔也是他的事情 没事的 张楚和老爷子聊了一回 他答应张楚 等过段时间 去医院好好做检查 怎么样 爷爷愿意去医院了吗 嗯 爷爷虽然身体不好 但是像今天这样 突然晕倒还是头一次 他这样 我都不放心 让他一个人出门了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爷爷本身就有高血压 可能只是当时身体不舒服 别担心了 两人说完以后 本来打算休息了 小秦忽然想起一件事 最近小区外面 时不时的会出现一辆黑色的车 上次我陪爷爷去钓鱼的时候 那辆车也在 而且还是京城那边的车牌号 看清楚车上的人是谁了吗 我一直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所以没放在心上 但是今天爷爷一出事 我心里就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对劲 我明天让叶琪去查一下 好 老爷子闪了腰 小秦和张超去了公司 张超在家照顾老爷子 老爷子稍微能动弹 就拉着他下棋 可张超哪里受得住 这样的退休生活 无聊了 没有爷爷 我就是不太习惯这些 知道你坐不住 与其在这受折磨 倒不如趁早回家去 我不回去 我在这儿住得挺好的 我哥买了新房以后 我一直都没时间过来 刚好趁着这段时间在闽城玩玩 老爷子看了他一眼 张超感觉老爷子的目光中 带着那么一丝丝的嫌弃 爷爷 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您不喜欢我住这里啊 你一直住这里 不是个办法 我知道 您是怕我带坏嫂子 整天带着他打游戏 是吧 算你有自知之明 哎呀 您放心好了 就算您让我一直在这儿住 我也不会啊 我京城那边还有工作呢 一直在这儿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你先和我说说 为什么不想去相亲 反正就是不想 其实你父亲也不容易 你要多体调体调他 什么意思 小楚铁了心的不回去 你爸现在能指望的也就只有你了 你经常在他身边 应该能看得出来 他身体已经比不上前两年了 张氏是他的心血 他逼你相亲 就是想让你成家立业 然后接手张家的一切 我又不是做生意的料 再说了 就算我哥不在 那不是还有韩怡的儿子吗 他也是我爸的儿子 张家的人啊 老爷子恨不得在他脑袋上敲一下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没错啊 我爸自己要面子 非要和我哥的关系搞得那么僵 现在想让他回张家 然后又张不开那个口 就算没有我哥 那也不能牺牲我的人生大事啊 我看那个张继对公司挺上心的 他可比我合适多了 住嘴 老爷子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张超 他实在不知道这孩子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门口刚好传来了小琴的声音 我回来了 百般无聊的张超 听到小琴的声音一下来了精神 嫂子 你总算是回来了 我等你等到花都快谢了 爷爷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了 还没等老爷子回话 张超就迫不及待地把小琴叫了过去 嫂子 也好着呢 你先过来 我有事和你说 看他神神秘秘的 小琴一脸的狐疑 发生什么事了 嫂子 游戏更新了 出了新的地图 我有一段时间没完了 刚好咱俩一块玩吧 小琴一脸犹豫 自从上次从京城回来 我就没再玩了 而且你哥也不让我玩 就玩两三把 不会玩太久的 我哥回来还有两个多小时呢 在他没发现之前 咱俩先玩一会儿嘛 小琴还是在犹豫 要不你还是找朋友玩吧 万一被你哥知道了 他会生气的 我那些朋友都猜得要死 而且他们对这个游戏 不怎么感兴趣 和我打游戏一准 问我在哪儿 我就更烦了 嫂子 你就陪我玩两把吧 你之前和我配合得那么好 没你我都赢不了 张超像是在给小琴洗脑一样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嫂子 你别犹豫了 最多也就一个多小时 很快就结束了 赶紧上线吧 张超说完直接就把手机拿出来 开始登录 登录的提示语音一响 彻底把小琴那点犹豫给击败了 先说好 就打两把啊 不然被你哥知道了 我肯定要挨骂的 知道知道 放心吧嫂子 就算我哥知道了 过我来杯就行 张超和蒋欢聊了一下关于项目的事 回来的有点晚了 少爷 您吩咐的是我已经查过了 车确实是京城的 但目前已经不在閩城了 车主也是京城人 但是前两天已经把车申请报废了 他只说车被借给朋友开了 但是具体去哪儿了 他也不知道 张超心里已经有所怀疑了 好好的车 这么快就申请报废 这本身就不正常 但是对方显然是有所准备 一点怀疑的证据都没有留下 开车吧 张楚一回到家里 就听到了房间里传来张超激动的声音 这时已经快十一点了 张超和小琴原本说好的只玩两把 这会儿已经不知道玩了多少把了 小超 差不多了 你哥要回来了 最后一把 最后一把 打完这把我就十连胜了 小琴甚是无奈 只能跟着他再打一把 两人都没有住到 张楚不知不觉地站在了门口 他就知道 只要张超这小子来了 一定闲不住 小琴耳根子又软 从来不会拒绝 张楚准备进去的时候 身后响起了老爷子的声音 小楚 你来我房间 我有话和你说 今天去医院了吗 你又来说我的事了 我答应你去 肯定就会去 等我这腰好点了再说不行吗 你看我现在 怎么去医院跑上跑下的 所以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是要跟你说小超的事情 他在这里这么住着也不是个事 你看你爸好不容易消停一段时间 要是让他知道小超在你这 不知道又要怎么想你了 以为是你把小超忽悠过来的 他爱怎么想怎么想 就算张超不在这里 他也没把我往好里想过 你呀 哎 要我说 还不是你们父子俩都太倔了 但凡有一个人肯低头 都不会让别人钻了空子 还有 他也是我儿子 一家人能有多大的仇 他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别的是暂且不说 他给小超张罗婚事 这咱们没什么好智慧的 你有空还是劝劝小超 让他回去吧 你们兄弟两人 不能全都跟他对着干 爷爷 张超已经大人了 他有自己的思想 有为自己人生承担的能力 更何况他这个年纪 总是要经历过一些事才会成长 别人替他决定的道路 他只会觉得那是枷锁 只有自己走出来的路 才会让他有所收获 你总是这么一堆歪理 什么自己走出来的路 那是那些没有更好的选择 看不到路的人才去瞎摸索 您就别替他操心了 您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这么大把年纪了 还操心这么多 不知道是您操心我们 还是我们操心您 你看你 是不是觉得我老头子老了 不能拿你怎么样了 竟然又来说教我来了 行了 我会劝他 至于他听不听 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你去说就是了 他最听你的话了 你说他一定会听的 那我先出去了 时间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 去吧 张楚来到房间 这两人还在玩 嫂子 你真厉害 没有你 我都赢不了 刚刚张楚是不是回来了 有吗 我没注意到 他啥时候回来的 小秦歪着头想了想 刚刚他好像瞄到一眼来着 不过打有些太投入 他没怎么注意 别管了 他可能还在加班呢 你肯定看错了 来来最后一把 马上晋级了 还最后一把 这都多少把了 我不玩了 有点晕了 这次真的最后一把 晋级了就不玩了好不好 小秦还想说什么 忽然瞥见张楚起来了 吓得他急忙把手机收起来 张超也是 他游戏都没来得及退出 便将手机揣进了兜里 哥 你啥时候回来的 两人并排站着 一脸心虚的看着张楚 怎么不玩了 玩什么 我们没玩啊 话音刚落 装在口袋里的手机 发出游戏的声音 哥 是我太无聊了 硬拉着嫂子打游戏的 和嫂子没关系 你别怪他 是我没控制好自己 不应该这么晚了还玩 是我的问题 不是小超的责任 说完两人同时低下了头 一副等着张楚审判的模样 张楚沉默地看着两人 有些无语 从进门到现在 我有说过一句怪你们的话吗 他们听到张楚这么说 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哥 你怎么这么晚才下班啊 小秦有些意外 张楚居然没有怪他 爷爷让我劝你回去 那你这是来劝我的 不是 先告诉我 你是怎么想的 哥 我真的不想结婚 就算回去了 我也不会去相亲 我不会在你这儿待太久的 我想过了 实在不行 过两天我就和朋友去旅游 一年半载的不回来 爸也就不会再想着让我相亲了 旅游 你还真敢想 你觉得他会让你真的在外面 潇洒那么长时间 那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你要是想在这边玩几天 我没意见 但是玩够了就回去 别给我添乱 好好好 回去就回去 不就相各情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张超安慰好了自己 哥 嫂子 那我先去睡觉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 张超说完就走了 你刚才那么说 是不是不太好 哪里不好 那可是你亲弟弟 就是因为亲弟弟 我才会说那些话 小青没明白他的意思 他在这儿 并不是长久之计 张康知道他在这儿 如果他不回京城 他就会把这件事 牵扯到我的头上 张楚从不担心他会被牵扯 他只是不想让小青 卷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了 怎么 我让他走 你不高兴 什么呀 我就是怕小超心里会不舒服 张家的人逼着他相亲 他没办法才到这里来 现在你和爷爷都让他走 他想去别的地方也不行 只能回去了 换你你不难受吗 不难受 两人说完了张超的事情 小青正打算去睡觉 但是张楚却站着没动 你不睡 你喜欢玩游戏 开始翻旧账了 小青就知道 他没那么好说话 也没有那么喜欢 就是很长时间没玩了 今天刚好小超也想玩 我就和他玩了两把 自从上次从京城回来以后 我就没玩过了 就今天这一次 玩了两把忘记时间了 别紧张 我没说要怪你 张楚说完 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看你这么喜欢玩 我陪你玩 不不不用了 太晚了 我们还是先去休息吧 上线吧 小青呆愣地站在原地 他实在看不懂张楚要干嘛 张楚见他不动弹 和张超玩得那么开心 和我就不可以玩了 那 看什么呢 干嘛玩这个模式啊 都是一样的 进来吧 小青心里在咆哮 一对一这种模式 他和他要怎么玩啊 我们能不能换个模式啊 我跟你玩 根本玩不过啊 没事 我会让着你的 小青压根不信 和小青想的一样 他完全就不是张楚的对手 开局不到五分钟 他的战绩就已经一比八了 我不玩了 张楚却像是没听到小青说的一样 又重新邀请他 第二把不用说 战绩比上一把的还要差 小青心态即将崩塌 我真的不玩了 张楚恍若未闻 继续邀请 张楚一共邀请了小青十几把 小青拒绝 他就沉默地盯着小青 像是一种无声的威胁 小青没办法 只能跟着他打了一把又一把 而且把把都死十几次 最后小青实在受不了了 直接把手机扔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玩游戏了 你别和我打了 张楚终于放下了手机 他漫不经心地看见小青 真不玩了 不玩了 你这样我还怎么玩 我怎么样了 你这是耍赖 你想玩游戏 我陪你玩 这还不满意 多亏了张楚 他现在看到这个游戏 胃里就不舒服 玩也不是你这么个玩法啊 一点体验感都没有 游戏不是这样玩的 那你说怎么玩 我陪你一起 你 还是说 你不想和我玩 想和张超玩 我没说不想和你玩 既然不是不想和我玩 那你说你还想玩什么 不管哪种模式 我都陪你 现在小青哪里还有心情玩 他连手机都不想碰 不想玩了 睡觉 真的不想玩了 不玩了 这是你自己说的 不是我不让你玩的 小青有理由怀疑张楚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惩罚他 孩子好像又长大了一些 嗯 已经六个多月了 走吧 睡觉 老爷子担心张超 一直在张楚这里住下去 会恶化张康和张楚之间的关系 我让你和小超说 你说了没有 他怎么想的 他会回去的 这才对嘛 老爷子从心底里想让张超结婚的 如果张超结婚了 说不定会缓和张楚和张康的关系 没一会张超和小青也起床了 这两人刚坐下来 就不约而同地打起了哈欠 这是怎么了 两个人都没睡好啊 张超内感和老爷子说 他昨天晚上不仅拉着小青打游戏 自己回房间后 又熬夜打了好几个小时 他眼珠子一转 直接把锅甩给了张康 还不是我爸 昨天一直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相亲的事情 反倒我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 哼 你这是自找的 说完扭头看向小青 语气瞬间柔和了许多 小青 昨晚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小青面对老爷子的关心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因为他昨晚一直在做梦 梦里张楚一直逼着他玩游戏 爷爷 我没有不舒服 就是有点失眠 这女人怀了孩子啊 总会有各种的问题 特别是月份大的时候 失眠也得重视 不然你休息不好 孩子也跟着造罪 小青连连点头 压根不敢看老爷子 小楚 你别一天进忙着公司的事情 闲下来的时候 就带着小秦出去散散心 带他去吃好吃的 这一生孩子就像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你可千万不能让小秦出现任何问题 张楚目光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小秦 我知道了 吃过早餐后 几个人更忙个的 张楚和小秦去了公司 老爷子架不住公园里那几个小老头的邀请 最后也出门了 大家闲聊了几句后 有人无意问起了孟老爷子的近况 听说孟老头的孙子已经差不多痊愈了 就是孟老头至今还在重症监护室 前两天我专门去医院看了他 医生的意思是 还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过年 老爷子回想起自己和孟老爷子下棋喝茶 谈笑风生的样子 一时间心事重重 张老头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啊 老爷子的胸口隐隐有些痛 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没事 你们先玩着 我先回去了 老爷子从人群中走出来 伸手在自己的胸口揉了揉 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这心头一阵阵的抽疼 张超一个人在家正无聊着 看着老爷子回来 有点诧异 爷爷 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没和您的几个老朋友多下坏旗啊 老爷子为了不让张超看出破绽 他面上表现得非常正常 外面天太热了 闷得慌 还不如回来躺着 张超从沙发上站起来 那你坐这儿吃点水果吧 我去给您倒杯茶 你别折腾了 我不渴 我回房睡会儿 你玩你的吧 老爷子自认为自己伪装得很好 但还是被张超看出了破绽 爷爷 您这脸色怎么回事啊 这么差 什么怎么了 我好着呢 张超的表情却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爷爷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你这一看就不对劲 你要是哪里不舒服就和我说 我得送你去医院 我好好的去什么医院 你别一惊一乍的 好像盼着我有点什么事一样 你好什么啊 你看你嘴都变轻了 不行 我得给我哥打电话 然后送你去医院 张超说着 就拿出了手机 谁曾想 老爷子直接用拐杖在他的胳膊上敲了一下 我说了我没事 你别瞎担心 你哥在公司那么忙 你给他打电话 他一准跑回来 他一回来 小秦也就跟着回来了 我啥是没有 别让他们来回折腾了 可是你 老爷子知道 他要是不去医院 张超肯定不放心 你要是实在不放心 我就去医院做个检查 但是你别告诉小楚和小秦他们了 行 没问题 您赶紧跟我去医院吧 张超嘴上答应着老爷子 心想待会儿到了医院以后 他就给张楚打电话 快到中午的高峰期了 马路上的车流比较多 张超一边焦急地等着红绿灯 一边从后视镜 不断地盯着老爷子看 你一直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害怕我从车里跑了 不是的爷爷 我就是看您脸色 好像越来越不好了 您要是哪里疼得受不了 就告诉我 别忍着 我就是血压有点高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你专心开车 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知道张超着急 所以故意和他作对 刚从红绿灯过来 前面路口突然窜出来一个人 张超始料未及 眼看着就要撞上去了 他迅速地踩下刹车 老爷子从车里注意到是个姑娘 赶紧提醒张超 愣着干什么 赶紧下去看看 张超这才回过了神 连忙解开安全带下车 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我走得太快了 没看到你的车 需要送你去医院吗 不用不用 女孩吃力地站了起来 是我的问题 怎么好麻烦你送我去医院呢 你放心 我不是碰瓷的 不会讹你们的 张超看他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 也就没有勉强了 人家姑娘没事吧 没事 我刹车踩得及时 他可能被吓到了 所以摔倒了 没受伤 那就好 到了医院 张超让医生给老爷子做个全身检查 他正在窗口排队脚废 这时有两个人带着一个女孩匆匆走了进来 我不会回去的 绝对不会回去的 张超定睛一看 这不是刚才的那个女孩吗 他正好奇女孩发生了什么事实 他已经被那两个人带走了 老爷子检查已经做好了 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心里担心一些事会成为遗憾 比如没办法看着小琴的孩子长大 等不到张超结婚 还有张楚和张康之间的关系等等 张超听着他长嘘短叹的 心里也挺不是滋味 爷爷 您就别想那么多了 凡事都还有我哥呢 我去拿检查结果 您在这儿等着我啊 别乱跑 他像叮嘱小孩似的叮嘱老爷子 气得老爷子拿起拐杖就要打他 张超赶紧溜了 医生 我来拿我爷爷的单子 老人还有别的家人吗 有啊 怎么了 张超注意到医生的脸色 自己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医生 是不是我爷爷出现什么问题了 是的 张超瞬间就慌了 那那怎么办啊 情况很严重吗 能治好吗 你先别着急 听我和你说具体的情况 是不是需要很多钱啊 只要我爷爷的病能好 多少钱我们都愿意给 钱的问题您别担心 半个小时后 张超才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 他手里拿着几张检查报告 脸色有点难看 怎么拿个单子耽误这么长时间 医生怎么说的 来我看看 他说着就要去拿张超手里的单子 张超赶紧躲开 医生说没事 就是说您最近心神焦虑 让您多注意休息 别讲太多 老爷子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看 就这么简单 是啊 不然您以为呢 老爷子还是不相信 那你有没有问医生 我这胸口不舒服是怎么回事 问了问了 医生说您年纪大了 身体比不上年轻人的 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不舒服的地方 但是问题不大 只要您按时吃药 注意饮食 就不会有啥太大的问题了 张超胡编了一痛 说的话连他自己都信了 但其实心里很心虚 然而万幸的是 老爷子听完他说的话后 没有任何的怀疑 你看 我就是说我没事 你非不听 就是要花这笔冤枉钱 张超顿时松了口气 那我不也是担心您吗 现在知道您没事了 我和我哥都能放心了 晚上吃完饭 张超把张楚和小情都叫到房间里 和他们说这件事 把检查的单子拿给两人看 这是什么 今天爷爷回来以后 我看他脸色有点不好 好说歹说的才带着他去了医院 做了个全身检查 这是检查结果 小情拿起单子看了看 有点看不懂 写着什么衰弱 受损什么的 张楚没看单子 而是直截了当的问张超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爷爷现在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已经变得很差 每一项器官都在慢慢变得衰弱 情况就好比你养了一盆花 他看着可能很茂盛 开起来的花也很好看 但其实他已经从根部开始腐烂 等你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没办法救活了 小情听完张超的解释 脑中嗡嗡的 有些站不稳 张楚和张超两个人同时去扶他 嫂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继续说 你都这样了 我还说什么呀 张楚让他坐下 医生还有没有说别的 大概就这么多吧 医生说 像爷爷这样的情况 比较少见 以敏城医院目前的条件来看 没办法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 医生建议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 转去京城 或者国外 要不我们带爷爷去京城吧 是啊 医生说了 爷爷这病 还是要尽快治疗 要是去国外的话 爷爷肯定不会去 还是去京城最好 可是我担心 爷爷要是连京城都不愿意去的话 怎么办 那没关系 有我哥在 他肯定会愿意去的 如果情况真的和小超说的一样 我去找爷爷说 小情听他这么说 心里稍微踏实了那么一点 张超说完以后就回房休息去了 剩下张楚和小情在房间里沉默了好一会儿 谁都没有说话 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如果按照小超的说的情况来看 去京城的话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我们去的话 肯定不会待一两天 是啊 爷爷不喜欢待在京城 更别说待在那边看病了 我是真的怕他不愿意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那你担心什么 你 担心我干什么 我又没生病 你快生了 到时候在那边一切都不方便 京城那边没房子 爷爷具体要待多久也不知道 要是专门再去买个房子 也不划算 张楚没说话 你不会真的想买房吧 看京城那边的医生怎么说 如果治疗的时间久 就买一个 买房又不是买衣服 随便就能买啊 而且京城的房价多贵 好点的房子就得上千万 我们又不打算在京城落户 花那个钱干什么 那又怎么样 又不是没钱 小情知道张楚不差那几个钱 但是他还是觉得买房没有必要 要不然就先住张家那边 张家 我就是觉得没必要买房子 等爷爷的病好了 我们还要回来 以后宝宝也会在闽城这边生活 房子买了以后就搁置了 多浪费 张楚没发表意见 你是不是不想住张家啊 我在哪都一样 你要是觉得住张家可以的话 那就回去吧 对于张楚来说 买房子并不是什么大事 他只是突然想到 住在张家 对小情来说 也是一种保护 毕竟 小情在他们眼皮底下出了事 他们第一时间脱不了干系 第二天 张楚就和老爷子说了 要去京城的事 张楚没有告诉老爷子 去京城的目的 只是说那边有新项目研发 待的时间比较久 刘晓晴和老爷子在闽城 他不放心 回京城 住哪啊 住张家 您不是一直想让我回去吗 现在如愿了 我如什么愿 那本来就是你的家 你回去也是应该的 这次去的时间比较长 可能要半年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项目 需要这么久 和之前那个数字监控的项目差不多 反正比较麻烦 那小秦呢 也要住那边 那不然呢 既然小秦也要住在张家 那你在家里多注意和你爸说话的方式 他本来就不太满意你和小秦 别又因为你 对小秦不高兴了 知道了 晚上 小秦下班回到家 第一时间就问张楚 老爷子有没有答应去京城 答应了 就这么简单 不然呢 小秦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你怎么和爷爷说的 你和他说实话了 没有 我骗他的 小秦顿了一下 没忍住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他脑补了一下张楚一本正经的骗老爷子史的画面 就感觉很好笑 小秦第二天去了公司 把要去京城的事情告诉了大家 你要是走了 我们会很想你的 不会太久的 说不定半个月一个月我就回来了 这么长时间啊 你和博焱说了吗 还没有 他不是去盯配音了吗 等他回来再说吧 这都快内测了 你不在 感觉一下子没主心鬼的感觉 我不在 不是还有博焱吗 再说了 等我家里的事情解决完了 我还会回来的 你这好像我不回来了一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再怎么说你也是公司的大股东 内测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要是不在场那多可惜啊 辛苦大家了 要是内测过了 正式上线了 我请大家吃饭 想吃什么都行 吃饭的事情先放一放 你还是想想怎么和博焱说 要去京城的事情 毕竟你这去也不是一天两天 我怕他心里会不高兴 博焱为什么会不高兴啊 小金都说了 是因为家里有事情 他又不是什么不通情党里的人 你不懂 陶阳话说了一半 又收了回去 本博焱一上午都在配音工作室 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圣瑶 你在这干什么 我说我随便转转 你信吗 信 圣瑶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垂下脑袋 好吧 我是 吃饭了吗 圣瑶猛的抬头 什么 我问你吃饭了吗 没有 刚好我也没吃 一块去吧 你想吃什么 圣瑶努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 什么都行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你干嘛点那么多啊 我们两个人又吃不完 白白浪费钱 不浪费 就当是我谢谢你了 谢我什么 谢你帮我的忙 那算什么忙啊 我都没帮到你 你能答应就是在帮我了 要不今天这顿还是我请吧 算是我给你赔布什了 不用 你吃好就行了 一顿饭吃完 圣瑶万万没想到 居然花了好几百块 这个价格 对于圣瑶来说 不值一提 但是放在沈伯燕身上 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 所以一出来 圣瑶就把钱转给了沈伯燕 沈伯燕看到手机上的转账信息 什么意思 今天本来就是我要请你吃饭的 我知道这顿饭超过了你的消费习惯 所以这钱你要是不收 我心里也会不舒坦的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吃饭 知道啊 就是想谢谢我嘛 可是我又没帮到你什么 所以这笔钱你就更不应该花了 你有没有很想做的事情 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想去做 但是没时间或者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比如去看海 看日出等等 沈伯燕等了半晌 都没有等到圣瑶的回答 如果没有的话 当我没说 早点回去吧 哟 我有 你问我这个 应该不是想要和我撇清关系吧 如果我说是的话 你会高兴吗 那当然不会高兴了 那就不是 真的吗 所以现在能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了吗 我有 我想去看烟花 你没见过烟花 见过 但是还想再看看嘛 圣瑶见沈伯燕不说话 还以为他不想答应 我胡乱说的 你要是觉得不好的话 那就算了 不看也行 晚上九点 天元时代广场等我 沈伯燕说完转身就走了 耶 太好了 圣瑶激动的跳了起来 沈伯燕回到公司时 陶阳孙苗他们去吃饭 沈伯燕还以为大家都不在 正想着回办公室 迷一会 小秦忽然从电脑前探出了头 回来了 你没回去休息 没有呢 下个月要内测了 我不放心 把服务器调整了一下 这些交给陶阳来弄就行了 没事 本来也没多麻烦 陶阳一天是够多的了 你不在的时候 他忙得焦头烂额的 没你他一点都不习惯 他迟早要习惯的 什么 没什么 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 你呢 吃了 伯燕 我有事想和你说 什么 那个 过两天我要去京城 内测的事情 可能要麻烦你和陶阳操点心了 沈伯燕神情明显一顿 去京城 为什么 我老公的爷爷身体状况不太好 京城那边的医疗条件 要比京城这边的好 所以我们打算带他去京城治疗 所以要去很久 最少也得一两个月 具体的情况 还得看那边的医生怎么说 行 我知道了 那公司这边确定没问题吗 会不会缺人手 缺人手肯定会缺 毕竟是内侧 不过不缺你一个 你去忙你的事吧 小秦动了动嘴唇 想说些什么 别想太多 你现在的情况 确实也不适合东奔西跑的折腾 刚好趁着这个机会 安心养胎 公司的事情有我和陶阳 你不用担心 我去睡会儿 有事叫我 下午的时候 陶阳回来看到沈伯燕回来了 就去找他 两人在办公室不知道说了什么 陶阳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表情很怪异 你怎么了 伯燕今天怎么了这是 跟吃了药是的 我说什么都跟我反着 这里不行 那里不对的 肯定是你惹他不高兴了 没有啊 我说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 但是我总觉得他很不耐反噬的 陶阳的视线不自觉地看向了小秦 难道沈伯燕已经知道了 小秦要做的事了 小秦正盯着电脑 没注意他们说什么 小秦 你和伯燕说你要去京城的事情了吗 说了 怎么了 伯燕就 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说什么 陶阳本来还想八卦一下 一抬头 看到沈伯燕从办公室出来了 没事了 我先去忙了 晚上下班的时候 小秦想请大家吃饭 因为他不确定什么时候回岭城 所以想着走的时候再和大家聚一聚 这件事小秦提前问过张楚 张楚表示没有意见 我晚上有事 可能聚不了了 那好吧 这时 刚好沈伯燕的手机来电话 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但是并没有接 我先走了 陶阳似乎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小秦请吃饭都不去 伯燕这声神秘秘的不会是有方向了吧 我也觉得 你们说 他和圣遥不会成了吧 我觉得不太可能 伯燕不是一直都对他没兴趣的吗 怎么可能这么快两个人就在一起 就算有了也是好事 你们祝福他就行了 别说了 还要不要去吃饭了 去呀去呀 我都快乐死了 赶紧走吧 给沈伯燕打电话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圣遥 确认沈伯燕会来以后 圣遥才在广场找个地方坐下 乖乖等着沈伯燕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还是没有看到沈伯燕的身影 圣遥心里有点失落 忽然 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圣遥 圣遥猛地抬起头 在他抬头的那一刹那 无数的烟花在空中绽放 圣遥鼻尖一酸 眼眶逐渐变得湿润 他没有犹豫地站起身 朝着沈伯燕跑过去 用力地抱住了他 等一切都安静下来后 沈伯燕抬手拍了一下圣遥的肩膀 提醒他可以放开了 圣遥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赶紧放开了沈伯燕 脸颊忍不住发烫 满意了 满意 非常满意 烟花真的太好看了 这是我从小到大看过的最好的烟花 他一点也没撒谎 这场烟花足够让他记一辈子的 圣遥还沉浸在欣喜的情绪中 没有缓过神来 然而下一秒 时间不早了 回去睡觉吧 那你这就走了 不然呢 你还想干什么 圣遥急了 你难道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话吗 你想听什么 圣遥跑到他的面前 张开双臂拦住了他 我就想知道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这个问题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之前是之前 现在是现在 我来敏城这么长时间了 你对我的想法难道一点都没有变化吗 没有 圣遥忙不迭转过身 狼狈地擦着眼泪 沈伯燕哪怕见到圣遥掉泪 他的眼神都没有任何变化 过了会儿 圣遥整理好了心情 他转过身 冲着圣伯燕露出灿烂的笑 没关系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对我动心的 圣伯燕静静地看着他 看到他哭没有反应 但是看到他笑 他的眼睛里才有了一丝波动 走吧 很晚了 我送你回去 圣遥用力地点点头 好 伯燕 我接受你拒绝我的表白 但是你能不能稍微对我好点 比如我找你的时候 我想对你好的时候 你总要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 你为什么要这么执着 因为我喜欢你呀 反正我不管 我要追你 追到你答应我为止 但前提示 你不能拒绝和我见面 沈伯燕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不答应 又不拒绝 在他看来 是渣男的行为 圣遥却偏偏要缠着他 因为双方家里的缘故 沈伯燕又不得不应付他 沈伯燕在路边打车 圣遥阻止了他 别打车了 这里又不远 一个小时就到我舅舅家了 一个小时 不远吗 你没听过吗 和喜欢的人 走再远的路都很短 走吗 你就陪着我走回去吧 你都陪我看烟花了 也不差陪我走回去这点时间吧 你确定吗 要走一个小时 沈伯燕不信 看这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能走这么远 有什么不确定的 我以前逛街的时候 能走三个小时呢 你也太小看我了 最后沈伯燕还是答应了 以你这样的条件 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你为什么非得缠着我不放 能找到你这样的吗 沈伯燕沉默 从小到大 我想要什么东西 我家里人都会送到我的手里 但是就因为这样 在别人眼里 不管多么珍贵的东西 到了我手里 都成了普通的玩具 所有大多数时候 我都找不到自己的爱好 找不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 也没有人生目标 别人都觉得我过得很快乐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每天都在浑浑乐乐的混日子 他跑到沈伯燕前面 面对着他 倒退着走 所以你知道吗 你是我第一次主动争取的人 虽然你总是拒绝我 但是我特别的开心 这就是大小姐的烦恼 理解不了 什么呀 你怎么会理解不了 我对你 就像你反抗家里 和家里断绝关系 也要来敏城追求自己梦想一样 这样说 你能明白吧 只不过 我们两个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你追求的是梦想和事业 我呢 追求的是你这个人 算起来也是志同道合了 歪理真多 怎么会是歪理 难道我说的没有道理吗 我知道 你就是想找借口拒绝我 没关系 你拒绝吧 反正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都习惯了 圣妖倒退着走 眼睛盯着沈伯燕 不知脚下踩到什么 她身子不受控制的往后倒去 哼 眼看快要摔倒 沈伯燕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将她拉了回来 沈伯燕抓着她的肩膀 将她拉开 你好好走路 圣妖红了红脸 低着头呕了一声 她走在沈伯燕的身边 倒是安静了下来 难得她安静了 沈伯燕脚下也加快了速度 圣妖有些跟不上她 你慢点 我跟不上你了 沈伯燕并未放慢速度 不行 我走不动了 沈伯燕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她 你不是能走三个小时 我说的是走 不是跑啊 圣妖抬起头 看着不远处的沈伯燕 她这会儿心跳得极快 还有种呼吸不顺畅的感觉 她捂着胸口 努力平复自己的气息 哇 我感觉 我太妙 说完 她两眼一黑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沈伯燕脸色一变 快步上前将她扶起来 圣妖 她这才发现 圣妖脸色苍白 嘴唇发紫 满头冒着冷汗 沈伯燕像是想起来 圣家的人说过 圣妖身体不好 她不敢耽搁 将圣妖抱起来 去路边拦车 快 去医院 圣妖脸色越来越白 这让沈伯燕心里 也愈发地紧张起来 麻烦快点 小兄弟 我已经很快了 但是去医院的那条路 前两天返休 我得绕路 可能会耽误几分钟 虽然绕路了 但是司机开得还算快 十分钟左右就到了医院 医生很快就给圣妖做了检查 沈伯燕坐在门口的椅子等结果 不一会儿医生就出来了 医生 她怎么样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太过激动 导致的神经兴奋 休息一会就没事了 沈伯燕松了一口气 麻烦医生了 医生刚走 沈伯燕想进去看看圣妖 却听到了有人在喊她 伯燕 你怎么在这儿啊 沈伯燕一扭头 看到了陶阳 孙苗还有田果三人 你们怎么在这里 快别说了 我们不是和小秦去吃饭了吗 有几个人打起来了 就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 瓶瓶罐罐地乱飞 不小心把小秦给砸到了 沈伯燕闻言 眉头梳地拧起 她受伤了 脑袋上被砸了一下 医生受伤得不严重 但是我们已经报警了 警察也把那几个人带走了 她在哪个病房 我去看看 她老公来了 你干什么去啊 沈伯燕的表情僵硬在了脸上 我们报警以后 顺便也通知了她老公 这事还得她老公自己来处理 哦 你还没说你怎么在医院呢 是不是碰上什么事了 沈伯燕刚要说话 里面响起圣瑶的声音 沈伯燕 陶阳瞳孔疏地放大 好像发现了什么 非常惊喜的事情一样 伯燕你 她的话刚说到一半 沈伯燕就已经走进了病房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刚才的声音 好像是圣瑶的 我也听出来了 什么情况啊 伯燕和圣瑶来医院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三人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 就走了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她的关心写在了脸上 这是第一次 圣瑶感觉到 她和沈伯燕之间的距离很近 怎么不说话 需要我叫医生吗 圣瑶盯着她看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你是不是已经没事了 圣瑶终于有所反应了 有事 那我去叫医生 不用去叫医生 你在这里陪我一会儿就好 沈伯燕刚想说话 我现在是个病人 病人和你提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应该不过分吧 她眼睛扑扑扑扑地望着沈伯燕 表情看上去可怜极了 我没走 圣瑶的表情立马就变得开心了 你还没告诉我 我怎么了 医生说你太激动 神经过于兴奋了 圣瑶听完沈伯燕的话 有点不好意思 我从小身上奇奇怪怪的病就很多 以前还因为吃米饭出现过呼吸困难的症状 可能今天晚上确实有点开心过头了 给你添麻烦了 麻烦倒是不至于 不过你这个情况 我劝你还是回京城比较好 有家里人照顾 至少不会出什么意外 沈伯燕最担心的还是他如果在他身边出了事 那圣家人一定会找他的麻烦 怎么连你也赶我走啊 我什么时候赶你走了 你刚才说让我回去 你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赶我走吗 我只是担心今天这样的事会在发生 你是圣家的人 真出了什么意外 我承担不起那份责任 我不管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我自己什么毛病我知道 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 也不会找你麻烦的 圣瑶 你能不能别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你 沈伯燕话说到一半 就看到圣瑶眼泪掉个不停 你哭什么 我只是在和你讲道理 又没对你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圣瑶还是哭 沈伯燕的话一点用也没有 刚好有护士进来观察圣瑶的情况 一进来看到这一幕 愣住了 小帅哥 你女朋友不舒服 你还和他吵架 有什么事不能等他好了再说啊 护士姐姐 他没欺负我 是我自己不舒服 再和他闹呢 圣瑶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 把护士小姐姐都给感染了 你看看你女朋友多懂事 这么好的女朋友 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沈伯燕已经懒得解舍 护士走了以后 圣瑶又眼泪汪汪的 盯着沈伯燕 怎么了 沈伯燕无奈的叹起 行了 我收回我刚才的那句话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可以了吗 圣瑶立马恢复了笑容 好 病房里陷入安静 沈伯燕让圣瑶睡觉 圣瑶怕自己睡着了 沈伯燕就偷偷溜了 就算很困 硬是撑着不愿意睡 沈伯燕 你别嫌我烦 我什么时候嫌你烦了 那你也别讨厌我 沈伯燕知道 今天要是不让她听到 她想听到的话 她就不会安稳睡觉了 我不会丢下你 也不会讨厌你 睡吧 我不走 沈伯燕虽然对她总是冷冷的 但是她也算是一个 说话算话的人 她说不走 那就一定不会走的 圣瑶想着 就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睡着了 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圣瑶就醒了 她睁开眼的第一时间 就是寻找沈伯燕 她心里已经做好了 沈伯燕昨天晚上就走了的准备 但是让圣瑶感到惊喜的是 沈伯燕不但没走 而且此时此刻就在床边 她一直盯着她看 眼睛都不眨一下 好像怎么看都看不够 就在这时 昨天那个护士进来查房 沈伯燕被吵醒 圣瑶 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回去记得好好休息 护士说完 看向沈伯燕 你这个当男朋友的 记得好好照顾你女朋友 你看看你女朋友太瘦了 一看就是平时没怎么好好吃饭 谢谢护士祥姐姐 不客气 一会儿你们收拾一下就出院吧 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好的 走吧 带你去吃早饭 圣瑶意外地看着她 似乎是不相信她说的话 你又想干什么 没想干什么 昨天晚上辛苦你陪着我了 我现在没事了 你去忙你的吧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你要是真不想麻烦我 昨天晚上就已经让我走了 圣瑶低下了头 沈伯燕忘了这个大小姐玻璃心 稍微说的重点 心里就会难过 沈伯燕没办法 只能又去哄她 我守了你一晚上 你陪我吃早饭 难道不应该 圣瑶猛地抬起头 原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 我还以为 你为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是你说的 你想让我陪你去吃早饭的 可不是我要求你带着我的 走吧 沈伯燕 一会儿我们去吃什么 沈伯燕 你想吃包子吗 沈伯燕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是不是又嫌我烦了 沈伯燕突然停了下来 圣瑶视线一转 竟然看到小琴站在前面 她的身边还站着她的老公张处 秦小姐 这么巧 在这里碰上你了 圣小姐 是挺巧的 你们怎么也在医院 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昨天有点不舒服 就麻烦沈伯燕送我来医院了 原来是这样 我们要去吃早餐 秦小姐要一起吗 我们吃过了 你们去吧 尽管眼前的这个女人 是沈伯燕喜欢的人 可能让沈伯燕 动感情的女人 能差到哪里去 所以圣瑶对小琴一点 也讨厌不起来 那等改天 我请秦小姐吃饭 圣瑶说完以后就先走了 她觉得 沈伯燕应该和小琴有话说 她在这里也不太合适 谁知道她前脚刚出来 后脚就看到沈伯燕 站在她的后面 你怎么出来了 不然呢 你不是应该和她聊几句吗 沈伯燕什么也没说 直接就走了 小琴正在想 沈伯燕和张楚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愣着干什么呢 她没和你说话 你很失落 小琴瞪大眼睛 你胡说什么呢 小琴知道她是故意的 懒得和她争辩 我只是在想 沈伯燕她好像对你意见很大 有吗 有啊 之前投资方出了问题 我本来想让你投 但是她死活不愿意 而且每次我在她跟前说起的时候 她的情绪好像都很激动 早就告诉你 她幼稚了 小琴不想再说这个话题 去京城的时间确定了吗 后天 那小超呢 跟着我们一块回去 嗯 她迟早要回去 爷爷的意思是 带着她一起 不然张康问起来不好交代 沈伯燕和圣瑶吃过早餐以后 沈伯燕就要去公司了 这忽然分开 圣瑶心里还挺舍不得的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圣瑶刚准备走 一辆豪车忽然停在了沈伯燕的面前 车上下来一个和沈伯燕有点相似的男人 沈仲廷打开了车门 大大是想让沈伯燕上车 圣瑶看到沈伯燕满脸的不情愿 她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当即就朝着沈伯燕跑了过去 你们要带她去呢 圣瑶挡在沈伯燕前面 不让沈伯燕上车 沈众廷更是愣在了原地 嗯 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 不能带她走 沈伯燕没想到她会突然来这么一出 她刚要和圣瑶解释 你放心 有我在 他们不会把你带走的 沈众廷似乎认出了她的身份 你是圣家的吧 是啊 怎么了 你好 我是沈众廷 沈伯燕的哥哥 哥哥怎么了 哥哥也不能把他带走 圣瑶说着猛的一顿 哥哥 是 我是他的哥哥 我和圣小姐没见过面 所以你认不出来我很正常 但是伯燕确实是我弟弟 你别闹了 反应过来的圣瑶恨不得当即就找个地方钻进去 非常抱歉 是我误会了 我来找伯燕 是有一些事和她说 没想到让圣小姐误会了 你放心 我们不会对伯燕怎么样的 没有没有 是我不好 实在抱歉 那你们慢慢聊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说完 圣瑶头也不回的就溜了 看来 你和这位圣小姐相处的还不错 走吧 沈众廷的突然出现 沈伯燕没有去公司 而是直接回到了家里 说吧 什么事 沈仲听神色凝重 拿出了一个文件袋放在了茶几上 这是什么 你先打开看看吧 沈伯燕拿起文件袋打开 里面是一份来自医院的检查报告 当看清楚上面的内容后 她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胃癌 已经是中气了 医生说能治愈的可能性不大 沈伯燕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忽然把手里的检查报告扔在了茶几上 我已经答应你回回去了 没必要再编出这种荒唐的事来骗我 伯燕 上次的事情 是我们的不对 不应该用那种理由来骗你 但这次 无论你相不相信 这都是事实 把她确实得了癌症 沈伯燕没有说话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相信沈仲听 伯燕 你好好想想 就像你说的 反正你已经答应回去了 那我们又何必多此一局 在这种时候 告诉你这件事呢 我知道你心里恨罢 但不管怎么说 它都是我们的父亲 和你有着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无论你离家多少年 你都是沈家的人 这件事你必须执行 沈伯燕依旧保持沉默 沈仲听也没有再说下去 片刻后 我公司还有点事需要处理 给我点时间 爸如果知道你回去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沈伯燕沉默地盯着那份报告 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沈伯燕回到大灰狼公司 小秦不在 田国请了两天假 公司里只有陶阳和孙苗两个人 伯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哎呦 你可算是来了 我这儿还有好多事要和你说呢 我有事和你们说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沈伯燕看两人神色紧绷 别那么紧张 又不是沈叙 哎呀 你就别磨蹭了 有什么事赶紧说吧 我可能会去趟京城 陶阳和孙苗同时震惊 京城 你怎么也要去京城了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我这次回去时间可能会比较久 所以走之前 把公司的事情和你们两个人交代一下 陶阳感觉他的语气有点不对劲 交代一下是什么意思 你这话好像说的不回来了一样 沈伯燕沉默 什么情况 你真不打算回来了 我不知道 你别不知道啊 你要是不回来了 公司怎么办 而且项目都快内测了 小青不在 你也要走 你们不会真的指望我和孙苗来完成后面的事吧 陶阳语气有点激动 沈伯燕看到陶阳这样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知道去了京城以后 再回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唯一能让沈伯燕庆幸的是 他能放心的把大灰狼交给陶阳和孙苗 你先别着急 慢慢听伯燕说 我已经安排了律师拟定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 把我手上的股份都转到了你们的名下 但法人还是我 你们只要操心一下日常的运营就行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了 还是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来解决 真的不打算回公司了 这件事我没办法给你们保证 所以走之前 我必须安排好一切 公司是大家的心血 我也要为你们负责 负不负责的事情我们先不说 你就算真的要走 好歹告诉我俩 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别问了 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伯燕 苗苗年纪小 没遇过什么大事 但是你不一样 我不在了以后 你要把公司的大梁撑起来 陶阳的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难受至极 你可拉倒吧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挑什么大梁 我每天的梦想就是敲敲代码 做做程序 然后下班睡觉 沈伯燕知道 陶阳故意这么说的 真正遇到了事情 他比谁都认真 我没开玩笑 这次项目一旦成功上线 未来几年 公司都不会因为运营和资金而发愁 后面可能陆续的会接到别的项目 到时候有钱了 再往公司多招一些人 你们也能轻松一些 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你越说我越是郁闷 小青前脚光走 你后脚也走了 这担子都放在我身上 你们也真是能狠得下心 你和小青都走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只是暂时不在敏城 不是彻底不回来 你别难过 怎么不难过 公司创立这么久以来 我们三个一直都没有分开过 后来小青来了以后 公司也越来越好了 这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 你们都要走了 好了 别哭啊 对不起 你们不用管我 我自己哭一阵就好了 三个人谁都没有在说话 安静了好一会儿 最后陶阳还是接受了 沈伯燕要走这件事 你这突然要去京城 是碰上什么事了吗 大家都是兄弟 你要是真遇上事了 需要我们帮忙的一定要说 别藏在心里一个人扛着 是啊 我验 你就喜欢什么事都往心里藏 不告诉我们 如果真的碰上事了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心意领了 是家里的事 你们想帮也帮不了 公司就交给你们了 希望它越来越好 如果真的有一天 没办法继续干下去了 你们就另外再找份工作吧 你胡说什么呢 这可是咱们三个人的心血 就算你不不在公司了 那还有我呢 我就算砸锅卖铁也不会让他倒闭的 听到陶阳这么说 沈伯燕放心了许多 陶阳和孙苗问什么时候走 沈伯燕没说实话 说要等两天 其实沈仲听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一早就要回去 沈伯燕回到家 在楼下碰到了圣瑶 你回来了 沈伯燕 你在这里干什么 等你啊 你今天被你哥带走了 我有点担心 所以过来看看 看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 赶紧回去吧 时间不早了 你哥找你到底是什么事啊 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你别问了 没什么事 赶紧回去吧 我这么问就是想知道 我有没有能帮到你的地方 沈伯燕静静地看着他 你放心 这次我说到做到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明白 但是这次的事情 你帮不了的 早点回去睡觉吧 沈伯燕 沈伯燕走了几步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转身看向圣瑶 圣瑶 你想回京城吗 不想 你确定 沈伯燕 我非常确定 我来敏城就是因为你 我说过你在哪我就在呢 除非你回去 不然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那要是我也要回去呢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你要回京城 圣瑶心中难以掩饰的激动 你刚才的意思是 你要回京城 然后想让我跟你一块回去对吧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 沈伯燕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要把这件事告诉圣瑶 他最终还是没有回答圣瑶 而是直接上楼了 圣瑶回到家时 舅舅和舅妈都回来了 舅舅正跟圣母通电话 姐 你别哭了 我再想想办法 瑶瑶就是在兴头上 等过段时间 她自己就会愿意回去的 舅舅和圣母又聊了几句 才把电话挂了 你别太上火了 等瑶瑶回来 再好好和她说 她是个懂事的孩子 会听你的 这丫头在任何事情上都听好哄的 天天在这件事上 就是一根筋 我都不知道她到底喜欢沈伯燕什么 非她不可 瑶瑶才多大 你那会儿和我谈恋爱 不一样也是不顾家里人的反对 非要娶我 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就是因为瑶瑶年纪小 所以才不能意气用事 感情的事都是水到渠成 哪里谈得上什么意气用事 喜欢一个人不冲动还能叫感情吗 你们聊什么呢 瑶瑶回来了 吃饭了吗 吃过了 舅舅看着圣瑶 欲言又止 舅舅 你想和我说什么呀 瑶瑶啊 你看你已经来閩城有段时间了 我和你舅妈平时都忙 也没办法好好照顾你 你妈妈呢也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 说是想你了 所以舅舅想和你商量一下 要不要送你回京城去 舅舅以为圣瑶又会像之前那样 无视她的话 好啊 这让舅舅和舅妈都愣住了 真的 真的 反正迟早要回去的嘛 我在这边确实已经很久时间了 我也像我爸妈还有爷爷他们了 好 你能这么想 舅舅就放心了 那你想什么时候回去 我安排人来给你订票 什么时候都行 明天也行 既然瑶瑶已经说好要回去了 也不急在这一天两天的 舅妈说完看向圣瑶 你来了这么长时间 一家人也没好好吃顿饭 明天我和你舅舅都休息一天 陪你吃个饭 然后带着你出去逛逛 好不好 好啊 都听舅舅和舅妈的 今天的她格外的好说话 这让舅舅和舅妈都有点意外 那舅舅舅妈 我先上楼睡觉去了 你们也早点睡吧 舅舅看着她的背影 忽然就有点不放心了 瑶瑶她真的是想回京城了 前两天还和我说不想回去呢 怎么这么快就想通了 你不就是想让她自愿回去吗 现在她都愿意回去了 你又担心什么 我是怕她遇上了什么事 没和我们说 你说会不会和那个沈伯燕有关系 她是不是欺负瑶瑶了 你不要启人忧天了 不会有什么事的 瑶瑶不是看起来很正常吗 要是真的和沈伯燕有关系 她不会这样的 去京城的前一天 小秦就开始收拾东西 张超在旁边看着 嫂子 我哥都说了 不用收拾太多东西 却怎么到了那边再买就是了 又不差那点钱 是不差那点钱 但是没必要花的钱 干嘛要花 小秦嫁给张超以后 确实不差钱 但他骨子里 还是改变不了节省的习惯 我哥群里真是有福气啊 小秦笑了笑 他不觉得张超遇见他有多么的幸运 反而是他 在遇见张超以后 才慢慢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看你天天羡慕你哥 要不你就按照我的标准 给自己找个女朋友 哎呦 嫂子 你怎么说和爷爷一样的话啊 爷爷不清楚 你还不清楚我什么情况啊 我现在真的是对女神过敏 谈恋爱都不想 更别说结婚了 可是你明天就回京城了 这件事你逃不掉的 回去了你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实在不行 就跟你和我哥一样 随便找个普通人结婚吧 那可不行 为什么啊 我哥当初不也是为了应付爷爷 所以才和你结婚的嘛 找个普通人结婚 总好过被抓去联姻 张超这个想法 本来只是随口一说 可是他想了想 觉得这个办法还挺不错的 再说了 我只是假结婚 又不会真的动感情 有什么不行的 先不说家里人会不会同意 就算同意了 你怎么就能保证你找的这个普通人 他就一定会是普通人呢 什么意思 婚姻是大事 不是花几块钱领个证就行了 你和你哥不管是从性格 还是为人处事上完全不一样 他当初做出那样的选择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并不只是为了应付谁而结婚 并且他有哪个把握去处理生活的各种小事 你觉得你行吗 你这意思是说 我没有我哥聪明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告诉你 不管你选择跟谁结婚 以后面对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连结婚都不想的话 那未来出现的各种问题 你都不会想面对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现在是张家最看重的儿子 外面多少人想着嫁给你 飞上之头变凤凰 你想找普通人 人家可不一定会抱着普通的目的跟你过日子 这一番话让张超醍醐灌顶 他可没忘记苏丽是因为什么原因和他在一起的 算了算了 太可怕了 不管是真的结婚还是假的结婚 我都不想了 结婚其实不可怕的 特别是像你这样出生的人 家境好 长得好 最起码不会因为钱的问题在生活中争吵 两个人在一起 感情在好 一旦面临经济的问题 你就会看清那个人的本质 所以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 可怕的不是结婚 是没钱 嫂子 我听说你和我哥当初结婚的时候 是因为买房子的事情 那要是我哥当初一点存款都没有 就是一个月薪四五千的打工人 你还会选择和他结婚吗 不会 啊 小秦这个回答让张超很是意外 按照他对小秦的了解 知道他并不是一个视力眼的人 我当初和你哥在一起 与其说是结婚 还不如说是为了和他借钱 小秦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需要一个可以结婚的人 而我需要他的钱来结我的燃眉之急 所以我们两个算是各取所需 张楚回到家 走进卧室时 看到张超这么晚了不去睡觉 还在和小秦聊天 脸一下就黑了 哥 你回来了 这么晚了不去睡觉 在这干什么 这不是明天要回京城了吗 我怕回去罢又让我去相亲 所以找嫂子给我出出主意 你找他出什么主意 你觉得他很有经验 没有 没有 这不是随便和嫂子聊几句吗 想找人出主意 我这里有几个好的办法 可以给你取取经 要不要听听 小秦在旁边偷笑 张超也已经猜到 张楚是因为看到他和小秦聊天 所以吃醋了 哥 嫂子 我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我先吃了哈 晚安 小秦被张超逗笑了 你没事逗他干嘛 是他太没有眼力见 爷爷要去京城的事 张家那边知道了吗 嗯 这次我们去京城 就是为了给爷爷治病 所以不管你爸爸和你说什么 你千万记着 一定不要在爷爷面前吵起来 不然他看着会难受的 他最近自身难保 估计不会把心思放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会这么说 张康前段时间身体不舒服 住了几天医院 张超不在 张氏没人盯着 我那个继母就和张康商量 让他的儿子张继去公司历练历练 然后呢 然后他那个宝贝儿子不负众望 第一天就搞砸了一个大项目 把公司弄得一团糟 股东会把电话打到了张康那儿 气得张康又住了几天医院 我记得张继学的不是金融管理吗 怎么会弄成这样 管理公司要的是经验 并不是有学历就行 韩凤对自己的儿子很有自信 但张继对张氏并不熟悉 拔苗助长怎么可能会不出问题 小秦没想到张家竟然还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也难怪张康会急着让张超结婚 小秦忽然有点担心 不知道这次住在张家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同时在另一座城市的张家 你不用和我说这些 我已经说过了 公司以后的任何事情你都不要插手 也不要过问 爸 上次的事情是个意外 你得相信我 我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第二次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机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你以为张氏是什么金山银山 能有几个钱让你这么一次又一次的试错 爸 我是真的想为张氏做事的 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上次的项目我承认是我粗心了 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可是做生意哪里有一直吻赢 遇到挫折不是很正常吗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彻底对我失去信心啊 你给我住嘴 你还有理了 哦 你敢说我没有给你机会 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就让你参与张氏大大小小的项目 我让你去从底层开始历练 为的就是好好培养你 可是你呢 你告诉我 这么长时间 你哪件事做得让我满意过 我知道你年轻 很多事情上阅历不够 难免会出错 所以每次不管你能不能把事情办好 我认为只要你肯尽力就好了 可是你看看 你办的这都是什么事 你让我把这张脸都丢尽了 爸 你听我解释 你马上给我出去 门外的韩凤听到张康骂张继 他心中很是不甘心 但是为了顾全大局 他一直忍着没有进去 直到听到张康叫张继出去 这才推门进去 都这么晚了 你们父子俩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也不怕被别人听到笑话 张继以为韩凤进来 是替他在张康面前求情的 可谁知道 韩凤看都没看他一眼 小继这件事是我太着急了 如果早知道他这么不争气 我就不劝你让他去公司历练了 妈 你说什么呢 你闭嘴 张继气得不行 但是又不敢再说什么 这次的事情没办好 是小继的不对 但是你自己也要多注意身体 别太过火 刚从医院回来没两天 难道又想住院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出去 张继心有不甘 想和张康辩解几句 刚张开嘴 就看到韩凤给了他一个眼神 让他出去 行了 我等会儿会说小继的 你就不要因为这件事动怒了 张继恨得咬牙切齿 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好了 孩子不懂事 你骂几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他怎么说也是男孩子 要面子的 你骂得狠了 万一不回来了怎么办 他知道自己是男孩子 就应该争气一点 好了 别说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就算把他打死也改变不了什么 何苦气自己呢 都怪我平时太怪这小继了 导致他现在在很多事情上都不上心 我想让他进公司 也是想让他多经历一些事情 这样以后多少也能帮到你一些 这是他自己不争气 跟你没关系 都已经二十好几的人了 心里也该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咱们家的孩子都挺懂事的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好好教育小继 不会再让他惹你生气了 但愿他能明白为人父母的良苦用心吧 不说这件事了 爸还有小楚他们明天就要过来了 我已经让人把房间都收拾出来 一切东西都换了新的 听爸的意思是 这次他们过来 会常住 你刚好趁着这次机会 好好和小楚缓和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 不要对他那么严格了 我是他父亲 我对他再怎么样 那也是应该的 我需要注意什么 你看看 你又这样 小秦快要生了 小楚这个时候能把小秦带过来 住在家里 多难得啊 你也是快当爷爷的人了 做事不能再那么激进了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他要是愿意待在家里 我就让他待着 要是敢在家里要舞扬威的 趁早有多远走多远 你这是在说气话吧 前两天我还听到你让小李去医院打听小秦的情况 张康的表情中闪过一抹不自在 虽然我不认可他的身份 但是说到底他也是张家的人 要是出了什么事 张家也会被他拖累 我可丢不起那个人 行行行 你怎么说都有道理 明明就是惦记着自己的亲孙子 还非要嘴硬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你去睡吧 我再处理点事 啊 那你别太晚了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是你母亲 找你还要和你抱杯一生 我都已经被我爸骂成那样了 你还想说什么啊 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 什么事情都要缓缓的来 不能急于求成 你就是记不住 爸好不容易同意我进公司 你知道之前公司那些老家伙 对我意见有多大 我就是想做点是证明我自己 我有什么错 你管他们干什么 不管他们对你意见有多大 公司都是你爸说了算 你爸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 我爸的态度 他刚才和我说话的态度 你也看到了 我在他眼里连张超都不如 那是你太急躁了 你现在主要目的是 让你爸认可你的能力 我好不容易说服他 同意你进公司 你却弄出这样的事情来 你让他以后还怎么相信你 哇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也没用啊 我爸已经给张超安排结婚的事了 要是他真的动了心思 那我就更没有继承张氏的可能了 你爸就算有那个心思 张超也未必会答应 张超不想结婚 他越是跟你爸对着干 时间久了他就变成了第二个张楚 你担心他干什么 韩凤从来不觉得张超是威胁 我现在担心的是张楚和你爸 担心什么 啊 感谢观看